hello大家好我是呱呱 说到安部一定少不了鹅肉 那今天我来到了安部号称第一的鹅肉饭来试一试 现在是中午12点多 但是这里的人超级无敌的多 那我们今天就去试一试 这个号称第一好吃的鹅肉饭 到底怎么样是否名不虚传吧 一份三份爱过的饭 多少这样 这一家人太热闹了 能多够转到我的鸡肉 你看我现在坐在路边 然后旁边这些就是来吃饭的客人 都是一些货车司机或者一些单地的 当然也有一些超级漂亮的小姐姐小哥哥来吃 可能也是慕名而来 它这里算是安部比较接替气的网红店了 一份小份的鹅肉饭 出餐特别特别快 我们都来不及拍特写 试一下他们家的饭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这个应该是咖喱味的 然后它里头会有一个姜味特别特别的浓 所有的鹅肉都是被切得很小很小 有点像卤肉饭的感觉 整个这样包起来 颜色是比较重的 我都看不出它到底有什么味道 20块钱的鹅肉饭 它的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 但是它是会比较腻的 同时对于我来说是姜味会比较重 所以个人并不是很喜欢 可能这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口味嘛 它是要搅拌的 你看别人怎么吃 是要搅拌起来吃的呀 原来刚才吃错是因为 吃不出味道是因为我没有正确的打开方式 应该是要把它搅拌起来 就像我们的棒棒一样 看不到别人怎么吃才知道怎么吃 那就是外地人来这边探店的一个 就是 烤肉 烤肉 哦 这样拌起来就是感觉 食欲好很多的样子 这个生意好啊 吃这个包子的包子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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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能做的 是啊 很帥 只要看 只要看我们有感觉 能够在这部份 要去走吃很软的 这只要开始放在那里面 米汤 没有加汤 你要煮汤就只要 煮了有没有一个碗 不知道 9-8碗有的 有 你这么吃 这家小小的店有8-9个员工 这里的车实在太多了 还有一个叔叔 他是专门在这里引导停车的 我记得看到引导停车 应该是去那种大排档啊 大厨房才会看到 没想到一个路边的老牌鹅肉饭 也会有专门的停车员 当初的解决了也一顿午餐 因为这里的方态率实在太高了 吃完一碗飯 马上就走 属于可能10分钟就可以解决的 这里除了一些打工人来吃 还有一些开着比较昂贵的车来吃的人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到新安大道 安博号称第一的鹅肉饭来吃一吃 反正我是因为太着急 不知道它的美味在哪里 等大家自己来吃了才知道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